这一讲介绍得不到自由解的处理方法 得不到自由解的处理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输入参数分析 考虑输入参数在什么取值范围内 使用贪心法可以得到自由解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 第二种分析方法呢 就是误差分析 估计贪心法 它实际上是一个近似算法 它可能得到的解不是最优 我们就来分析它和最优解的误差 这所有的输入实例 这个误差在最坏的情况下 它的上界是什么 这是它的一个误差分析的方法 那么这两个呢 是通常常用的一些方法 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找零钱问题为例 来看一看参数分析 假设有N种零钱 每个零钱有一个重量 W1到WN 零钱还有价值 最小的钱的币值是1 然后V2一直到VN 就是这是系统的币值 需要负的总钱数是Y 这里边不妨假设 币值和钱数都是正整数 问如何付钱 使得所付钱的总重量最轻 这是问题的描述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里头是四种币值 币值是1 5 14 18 然后每一个钱币的重量 假设都是1 我们需要找的这个总钱数呢 是28 这是一个实例 问问你怎么样选择付钱的办法 使得最后这个总重量最轻 实际上就是用的钱的张数最少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最优解 最优解就是我们选用第三种币值的钱 28每一个币值是14 只需要两个就可以了 其他的钱币币值都不用 这个总重量最后达到2 这是一个最优解 下面对这个问题建模 第2种硬币的数量是XI 用这么多个 那么这个是它的目标函数 这是第2种硬币的个数 这是第2种硬币的重量 乘起来就是第2种硬币的总重量 然后我对所有的硬币数一求和 就是所使用的钱币的总重 希望它达到最小 那么所使用的这些硬币的价值呢 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这是第2种硬币的个数 乘以第2种硬币的单位价值 这一求和就是使用的钱币的总价值 总价值应该等于总钱数Y 这就是它的约束条件 这是对问题建模成一个组合优化问题 对这个问题可以使用动态规划的算法 FKY表示使用前K种领钱 总钱数为Y的时候的最小重量 那么这是它的地推方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示DK种领钱使用了XK个 这是DK种领钱的产生的重量 XK乘以单位重量 这是使用的重量 然后这K种领钱呢 产生的B值在这一项 我们要找的总钱数是Y 减掉DK种领钱所占用的钱数 剩下的这个钱应该用K减一种领钱来继续找领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动态规划的一个方程 那么DK种领钱 它使用的个数是在下面这个范围里头 最少的个数是0 最大的个数就是它使用的Y除以VK下取整 比如说Y等于238 这个VK是100 那一除的话就等于2 就是100块钱的只能使用两张 这就是它的最大个数 这个是它的地推方程 初值就是说 我们只使用第一种钱来找的话 它应该重量是多少 第一种钱的价值是1 所以Y除以V1等于Y除以1 除以1的话再取整还是Y 所以它用的这个重量就是W1Y 这个是初值 这个是动态规划算法 所对应的地推方程 下面我们考虑一种贪心法 这个贪心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单位价值重量越轻的 要优先 那么单位重量价值越轻的是谁呢 我们排个序 排个序以后最后这一项 DN种钱是单位价值的重量最轻 因此我们按照这个排序的原则 先选择标号大的钱 比如说238 那按照人民币系统的话 我们就要先选100的 用两张 38呢应该怎么用呢 先用一个20的 然后再用一个10的 然后后边再依次的分配 就尽量选用B值大的 那我们这个有重量的限制呢 就是单位价值重量最轻的优先选 这个是他的贪心法的一个策略 那么按照贪心法 也可以写出一个方程出来 使用前K种钱 总钱数数Y的时候 贪心法的重量 得到的叫GKY 那么GKY满足这个方程 就是我DK种钱尽量的用 那用到最大是多少 是Y除以VK下去整 最多用这么多个 然后乘以DK种钱的单位重量 这就是DK种钱所产生的重量 那么还剩下多少零钱 需要用K减一种钱来分配呢 相当于Y除以VK的那个余数 就是Y磨VK 就是Y除VK那个余数 零头 就像238 用100块钱分配完了 就剩38了 这个38就是他这个余数 这个只能用 更小标号的钱来分配 所以我们考虑 把这个钱数用 K减一种钱的 仍旧是贪心法 来继续分配 这是他的公式 然后他的初值呢 和动态规划算法一样 因为当钱的币值是1的时候 所有的算法结果都是一样 这是贪心法的 他的分配策略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贪心法 它是不是正确的 先可以肯定 只有一种钱或两种钱 贪心法都是最优的 一种钱没有问题 贪心法的解 跟动态规划的这个解 它的初值是一样的 所以贪心法的解 就是最优的 下面我们考虑两种钱 两种钱贪心法来讲 是尽量用第二种钱 XR用的越大 得到的解就越好 那么是不是这个情况呢 可以证明 这个策略是对的 就是第二种钱用的越多 得到的解最好 我们考察一下 动态规划的那个方程 这是动态规划的方程 那就是说 当这个XR取得最大值 取得这项值的时候 正好是贪心法的选择 而当它取得这项值的时候 这个里边的值 一定是达到最小 这是它的 根据这个公式 要证明这样一个结构 贪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证明 我们把这个公式 在这里边写一下 这跟它一样 就是说当XR 是第二种钱的个数 记作XR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这个重量 就是这个公式 下面我把第二种钱的数量增加 增加一个Δ 就是我多用一点 看看是不是好一点 那么我们把这个XR 用XR加Δ带进来 这个XR 也用XR加Δ带进来 那就是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 也是刚才这个方程 只不过把XR的量 这个是没有增加之前的 这个是增加以后的 如果增加以后的 减掉增加以前的 最后如果证明 它是个不超过0的数 可能是负的 那说明 我增加了第二种钱以后 它的重量是减轻的 那按照这个趋势 我把它增加到最大 取得XR最大值以后 那重量就最轻了 那说明贪心法的解 就是最优的了 下面我们就来推 这两个相减 为什么是个负的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两个的区别 就是这个是增加了一个Δ 这个是没增加 这个是增加了一个Δ 这个是没增加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就把这F1的 这个表达式 用初值的公式带进来 带进来就是这一项 就是说这个是带进来的结果 就是第一个F1 外减掉它 就等于这个里边的 这个钱币数 乘以W1 就是这一项 那么这一项保持不动 把括号拆开 就是这一项 下面这个方括号的 同样处理 把这个第一项 也用F1的公式带进来 然后这一项保持不动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个减的以后 是什么结果 这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这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一减以后就抵消掉了 所以减完以后 剩的是W1 乘以负的V2 就是这一项 然后这两项底下掉以后 剩的是W2 就是这一项 所以减完了以后 剩的是这样一项 把这一项的这个 达提到外面来 里边剩的是这样一个项 那么达是正的 没有问题 这里边这一项 到底是正是负 我们来考察一下 这个结果是 W1大于等于 W2除以V2 为什么呢 我们开始排序就说了 W1除以V1 大于等于W2除以V2 V1是1 所以就得到这样一个不等式 把这个不等式 两边去掉分母 那么W1乘以V2 大于等于W2 就是这个公式 W1乘以V2 大于等于W2 这个负的这项大 正的这项小 当然这个客户里面是 可能是个负数 所以整个这个计算的结果 是一个小于等于0的数 这就说明了 我第二种钱用的越多 这个重量越轻 所以贪心法是用到最多了 所以贪心法的解 就是一个最有解 下边我们考虑 假定三种钱会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定理 对每一个正整数K 假设对所有的非负整数 就是前K种钱的分贝 贪心法的解都是最优的 和动态规划的解一样 那么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存在着P和Δ 满足下面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呢 就是把K加一种钱的B值 和K种钱的B值 这两个是输入给的参数 通过这两个参数 把P和Δ给算出来 那么这个Δ的要求 是要不超过VK 它是在0和VK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数 那么当知道VK加一和VK以后 这个P和Δ就可以唯一地 被确定下来 当有了这两个数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下边的命题 来做判断 下边一共有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 贪心法对K加一种钱的 分配的解和动态规划的解一样 那就是说对K加一种钱来讲 贪心法仍旧是正确的 得到最优解 这个钱数可以是任意正整数 第二个 对于PVK这个B值 VK是已知参数 这个P是通过刚才这个公式 算出来的这个P 那么PVK对这个B值 贪心法的解和动态规划的解 用K加一种钱分配 它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结果 第三个结果呢 就是是一个不等式 WK加一加上GKΔ 小于等于PVK 这是三个命题 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这三个命题是等价的 那这个命题是什么含义呢 这第一个命题是说的 贪心法对K加一种钱的分配 是得到最优解的 是正确的 那么第二个命题 正好是第一个命题的一个特例情况 就是Y等于PVK的情况下 这两个值相等 那么第一个成立 显然第二个成立 而这个结果告诉我们 这两个是等价的 那就是说 当第二个如果不成立的话 第一个也不成立 那么这个就说明 通过这个PVK这个特定的值 它相当于给出了 第一种情况不成立的一个反例 找到这样一个不成立的点 这是帮助我们找反例的 那么第三个是一个判别条件 Δ的值不大 因为根据这个计算 它不超过它小于VK 它既然小于VK的话 GKΔ的计算是很方便的 这样一个小的钱数 用贪心法 用K种钱来分配 看看它用多少个重量 那这个计算是很方便的 OK的时间就可以做到 那么这个是已知的 做一次加法 然后这个P的值 这儿已经知道了 P乘以WK做一次乘法 所以这个不等式的判定 非常的方便 它用OK的时间就可以判定 由这个不等式 如果不成立的话 那么第一个条件也不成立 因为这三个命题是等价的 因此我们可以用它 作为判定 贪心法对K加一种钱 是不是工作的一个判别条件 这个是这个命题的含义 我们把它总结一下 根据条件一和三的等价性 可以对K等于三四到N 依次的利用第三个条件 对贪心法是不是得到最后解 做出判别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说明 条件三的判别的时间不长 因为它一次判定 只需要OK的时间 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三四到N 都判定完了 最多用N平方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间里 就可以判定 这个贪心法 是不是对所有的输入 对所有的这个Y 都得到最后解 条件二 是条件一的一个特例 如果条件二不成立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条件一不成立的反例 这是它的应用 下面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是刚才的P和Δ的计算公式和第三个条件 那个判别条件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是有四种钱币的一个币值系统 简单一点 大家的重量都是1 所以最小的重量就代表你使用钱币的张数最少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第一种钱或者前两种钱的分配 贪心法都是正确的 这个刚才已经证明过了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定理的判别条件 来看一看 使用前三种钱 我对任意的Y进行分配 它是不是正确 可以证明 前三种钱的贪心法 对所有的Y都得到最有解 和动态规划的解是一样的 这个验证的办法就是用这个公式 那么V3是多少呢 是14 这个V2是多少呢 V2是5 14等于几倍的5减掉Δ 3倍的5 3515 减掉1就可以了 所以P等于3 这个Δ等于1 这就计算出来的这个P和Δ 然后利用这两个数 带到下边这个不等式去验证 左边是W3加上G2Δ Δ是1 如果钱币是1的话 用前两种钱来分配 只能用第一种钱用一个 所以这个值等于1 前面这W3也等于1 左边等于2 而右边 右边是什么呢 就是PV2 PV2 V2是1 P P的值刚才算过了 等于3 右边是3 正好2小于等于3 这个不等式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可以判定 由于这个不等式的成立 也就说明 我们用前三种钱来分配 不管这Y等于贪心法都得到最有解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论 下边接着加入第四种钱 继续判定 加入第四种钱以后 也就是说在前三种钱的分配 贪心法都得到最有解 我们来验证这前四种钱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计算P和Δ 这个V4是18 这个V3是14 所以这个P应该取2 这就是28 28减掉10 等于18 计算出来P等于2 Δ等于10 然后我们就带入这个不等式来做验证 那么不等式是W4加上Z3Δ W4是1 Δ是10 10用前三种钱分配贪心法 那么标号14的钱不能用 因为10比它还小 所以只能用标号 等于5的这个第二种钱 这个用两张就可以了 所以左边计算出来等于3 公式的右边是PV3 P等于2 V3等于1 右边等于2 我们看到这个不等式不成立了 它左边的值大于右边 在这个情况下 不等式不成立 说明这个贪心法 对于前四种钱的分配会出错 出错在哪个点上呢 我们刚才说了 条件2 就是判断那个出错点的 就是PV3这个点 V3是多少 是14 P等于2 所以28 说明在28 前数等于28的时候 贪心法会出错 当前数等于28的时候 用贪心法分配 先用第四种钱 用一张 然后再用两张 第二种钱 一共用三张钱 但是如果我们不用贪心法 不取这个B值最大的 直接取第三种钱 用两张就可以了 所以贪心法不是最优的 这个就找到了它的反例 就是在28这个前数的时候 它会出错 把这一讲小结一下 贪心策略不一定得到最优解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有两种处理的办法 一个是参数化的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做误差的估计 那么参数化分析的例子呢 在这一讲里给了一个找零钱问题 它就通过定理 给出了这个条件 这个定理呢 没有证明 但是我们通过实例 讲了这个定理的应用 这是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